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油价下跌了几个星期 但是RUN95的价格是依然维持在二零几二十三 那么不管是凯里还是拉菲茲呢 这些建议或者反讽的话 我们数字称为鸟话 听在西蒙的耳朵里都会是不舒服的 面对这些反对党议员的连番追击 财政部长林冠英今天就宣布 政府将从下个月起调低燃油以及天然气的价格 那么就重新恢复刚才保卫有提到的APM机制了 没错 林冠英的文告是这样子说的 因为原油价格下滑 政府准备就会从明年1月1号开始 重新采用每周油价浮动机制 来调整所有的石油产品的零售价 包括降低RUN95的汽油价格 他解释说政府目前是根据上个月的 新加坡普世能源平均估价和外汇的兑换率 制定了这个月的燃油零售价 在目前每个月的浮动机制下 这一个月的国际原油变动 就会反映出下个月的燃油零售价了 所以即使原油价格上涨 政府也会津贴目标群体的油价 确保RUN95的油价和柴油价格 不会超过每公升20.23至20.18 早前凯里和拉斐兹都有根据自己的算法 那么他们就得出了这个结果 就是凯里说根据过去六个星期的实际油价 那么这个星期我们的油价应该是1令吉94价 那么拉斐兹的说法就是1令吉他算出来的是1令吉93价 不管是凯里的还是拉斐兹的这个价格 都比目前政府定的这个2令吉20价的油价 来的便宜便宜至少26价 这就是反对党他们应该要做的这个工作 就监督政府的这个政策 告诉政府你哪里做的不好 哪里可以继续的改善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凯里他就发挥了他的这个反对党议员的解释 告诉政府告诉新闻 根据这个国际油价下火的话 那么我算出来的是 美工人是1令吉94价 但是你政府还是把那个价格定在2令吉20价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要调整你的政策 恢复APM 但是对于西蒙来讲 他觉得说APM这个可能是果正的 但是凯里就不这么认为说 只要能够降低油价的话呢 那么这个就是利民的政策 对啊 凯里呢他可能是称职的反对党了 但是我们提到拉斐兹 拉斐兹是执政党的 我们等一下也会继续来关注这个 那么林冠有说到呢 政府会以致控制这个燃油的顶价 直到2019年开始落实这个目标群体的燃油津贴机制 这就符合了西蒙政府的第14届大选的宣言 至于非目标群体呢 政府就会将RUN95的油价呢 控制在浮动以降低政府的津贴负担的 那么简单来说 根据目前国际油价呢 过去六个星期 我们都天贵油了 但是这一些呢 其实我们应该是可以享受到更便宜的油 如果根据凯里或者是根据拉斐兹的这个说法的话呢 那么现在天贵油了 那么凯里他到底是怎么样形容这个天贵油呢 他就说每一次这个人民或者消费者在添油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变相的在缴税给政府 那么政府的这个收入呢 就因为燃油国际原油价格下跌 而有了更多的这个收入 但是凯里他很会讲反话 很会讲鸟话 他就说其实呢 人民你不应该埋怨政府 因为政府因为西蒙的竞选承诺里面 强调的是稳定油价 而不是降低油价 那么你看凯里他今天是不是真的是很会说反话 但是他反话里面背后 他带出的是一个监督政府的一个讯息 所以才有今天林冠英代表西蒙政府宣布说 一月的时候将会降低油价 那么反对党有做他的这个工作 就是监督政府 同样的西蒙政府也在听起名誉 察觉到人民的情绪出现了不同 那么就做出相对的政策上的这个调整 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监督跟制衡 那么确保马来西亚的这个民主 处在一个良好运作 一个functioning democracy的一个阶段 那么只有在良好运作的民主机制之下 马来西亚的人民以及国家 才能够继续向前迈进 那么我们的国家才能够进行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